我想最嚴重是誠信問題 有人既然抄襲了也不願意認錯 也沒有跟社會道歉 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個挺抄襲的來 就是走了一個騙子來一個更大的騙子 不是他做的政績都說是他做的 這我想都是誠信問題 沒有誠信的人就不值得信賴 所以以前我爸爸都教我們說 親條和路條 只有蹭頭才是路頭 就是說我們跟他賣東西給人家 你一斤不可以給16兩要給17兩 就是天蹭頭才要大路頭 偷蹭頭斷路頭沒路走 所以蹭頭的意思就是誠信 所以我想未來我們需要洗刷 桃園不再是一個騙子能夠生存的地方 也不是沒有誠信的人可以來重振 我想只有這樣慢慢一步一步 桃園才有好的未來 畢竟沒有核心價值 那麼其他的孜孜節節 只有帶來更大的紛亂而已 我想一個政黨如果沒有核心價值 喪失了建黨精神 那麼這個黨存在就沒有意義 所以當初我們知道很多先賢先輩 流血流汗流血 那麼建立了民主進步黨 那麼他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夠 堅持民主自由法治 然後堅持人權 更重要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想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親人 一定要愛鄉土 只有親人跟愛鄉土 才能夠疼愛百姓 我在這裡出生 在這裡長大 在這裡從政 從來沒有離開過桃園 我對這裡非常了解 所以我們要呼籲 大家不分難力支持在地 只有支持在地 才能夠有在地在行在新 心就會留在這裡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能夠一起走 大家一起往前走 那麼跟我走 跟你走 大家一起走 創造桃園好生活 在這裡 感谢观看